这群绑匪拿了钱就开始内讧 看见眼前的枪口 小丑面具赶紧一张开开 接着司机就被一枪爆头 司机死后车子立即失控 撞枪爆炸了 等星云赶到时 两个绑匪还在互相厮杀 弗兰肯斯坦面具 用机关枪疯狂扫射小丑面具 但枪很快没子弹了 接着弗兰肯斯坦面具 从怀里掏出了一颗手雷 拔掉了拉环 可就在要扔出去的一刻 小丑面具一枪射中了他的胸口 然后两人直接被炸飞 装在手提箱里的五千万 也被炸成了渣渣 没了钱 组织是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收拾完帮废后 星云把小女孩带到了医院找爸爸 但不幸的是 男人已经死透了 星云很愧疚 但他不敢告诉小女孩真相 而另一边 在得知星云杀了黑老大儿子后 组织毫不犹豫下了追杀令 他们收买了医生 医生趁星云不备 往他的双臂注射了妖剂 两秒不到 星云的双手就瘫痪了 没了双手 他只是一块刃仔的肉 此时 外面的杀手也在一步步逼近 星云看向小女孩 小女孩按照星云的指示 把手术刀和枪绑在了他的手上 然后星云就坐在轮椅上 背着门冲了出去 接着利用离心力 甩出手臂开枪走射 等消耗完敌人的子弹后 星云看见时机 一个蠢次 不断地旋转甩手 旋转甩手 旋转甩手 像这样 还有这样 混乱中 他还趁机用手术刀干掉一个 但刀好像拔不出来了 接着 星云踩想建立 一个翻身 刀子插向了另一个杀手的脖子 就这样 星云在双手瘫痪的状态下 搞定了三个杀手 另一边 组织把星云的位置 发给了黑老大 而星云只好带着小女孩逃亡 但她的双手还处于瘫痪状态 两人刚配合好 就遇上了黑帮的手下 小女孩一个左转即杀 躲过了黑帮的视线 但她却不小心按响了喇叭 被发现后 两人只能硬闯 好在 车子的质量够硬 女孩拉满油门 直接把黑帮的车子撞飞 逃离危险后 星云试着去找 15年前消失的老妈 没想到还真找着了 进门后 老妈就给星云的手臂 注释了解药 接着 老妈开始解释 自己为什么消失了15年 原来 老妈当年是去给老爸复仇了 所以她只好一个人扛下所有 其实 老妈这15年来 一直在暗处守护着星云 母女俩还没来得及多说 黑帮就追到了楼下